你说你游这个戏 你要给我们俩男嘉宾提个什么问题来着 对我要问的就是说 应该不是这样讲 就是说 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在历史的定位上消失 可见是男权社会 以前的父权社会 不愿意让这样的女人出头的 这种女人怎么可以被歌功颂德呢 她要杀这种杀曹操 曹操肯定不会为她立一个好的历史 但她的确是个好 王后又不能写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不管是电影 电影大部分都男人拍的 历史也是男人拍的 历史也是男人写的 你就会发现说 电影里的皇后 包括西方也一样 然后历史里的皇后 只要能当上皇后的 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性很压抑的 就是说 因为皇帝太多老婆了 她今天不睡我了 我就跟谁发生关系 乱七八糟的 淫乱后宫 淫乱后宫 然后淫乱后宫的时候 就会有人借她的男色 来勾引皇后要求去杀皇帝 然后怎么怎么的 为了夺权 这样子 然后你看 其实西方也有 像哈姆雷特里 这个懦弱的皇后 哈姆雷特不是指着母后说 你不应该跟这个 淫乱 淫乱 一般女人就是淫乱 其实她就是 爸爸被杀了 被弟弟给继承了 那弟弟娶了妈妈 妈妈没跟着去死 儿子就认为她淫乱 这是第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非常强权型的皇后 只要是强权的 就恶毒的不得了 就是现在的电视剧 她为了守住 皇这个子役的继承 就是我的儿子 必须要当皇上 我才能享受 荣华富贵这么愚蠢